好 我們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說真的 做簡報 要用 多多少少會用到一些圖庫 它上面的Press的給我們的 或者是這個Power裡面的 雖然也有 但是總是還是有限嘛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話怎麼找 網路上很多圖庫 我們今天還有 剛剛是不是有介紹一個線上去背的 我們講過的今天Press不會這個一定要會嘛 線上去背那個很好用 可是你要每一張都去背嗎 雖然那麼不認真也可以去背完成 但是每一張都去就對了 所以其實這裡面所跟大家分享的這些 絕大多數它都是已經去背好了 直接拿來用比較快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叫iPhone Finder 這個是一個圖式 以圖式為主的 小圖式為主的 所以你找到這邊之後 我連結錯了 這個是另外一個 iPhone Finder 好 找到這邊 那你只要找到你的關鍵字就好 比如說你想要找有關People的 好 點進來 有沒有找到很多 那它的好處在這邊還有做篩放 你看一下齁 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邊的 第一個 他是沒有license的 沒有license的就是有商業的免費的都混在一起 那如果說你的簡報是屬於就是有要公開在外面的 我會比較建議你可以用下面這個或下面這個 因為這個可以怎麼樣 Tomercial Use 商業使用的 我比較喜歡的是第三個 因為各位有沒有去聽過那個叫做創用機器 有嘛 學校應該大部分都有介紹過 因為第一個的話呢 通常是有授權沒有錯 可是通常我們會需要告訴他 這個要註明一下這個圖片是來自哪裡 你如果用的是第三個是怎麼樣 No backlink 直接拿去用不用再理我 不用再連回啦 所以我通常會比較喜歡下面這個 那這個網站因為他可以直接過濾 這樣子 我只要透過這個篩選 我找到的 我都可以很合法的使用 沒有那個版權問題 比如說你想要用這個 這個常看齁 那你看到這邊的話 好 我把它捲下來一點 假設你要這個 這個好了啦 這比較誇張一點 假設你要這個 有沒有發現他有三種格式 對不對 我們要的是哪一種格式 各位應該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叫PMG 你找這個的話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電腦上那個小圖的那個圖示的名稱 那個圖示名稱 那是系統在用的 系統在用 所以你要這個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好 這裡 直接存了齁 好 我把它存下來 OK 現在我就可以拿到這邊 應該 好 還沒有代表力 找到他 連進來 你看 拿進來 有沒有發現 有去背就是這麼好用 自己要去當然可以啦 可是 有現成的幹嘛不用 對不對 反正網路上也可以找到很多嘛 你這樣用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很多個 這些你都可以用 那第二個 也蠻建議去用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Office裡面 有一個叫做 美工圖庫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是給誰用的 就是給像一般的 OpenOffice 或那個 像我用的 EvenOffice 這種免費的Office裡面 因為他畢竟圖庫比較少 所以這裡也有一個叫做 OpenClip Up 這個主要就是給他們 當作圖庫來用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剛剛去看Icon幫的 因為 Icon通常都是小圖嘛 所以這裡怎麼大 也大概不會超過512乘512 這裡就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決定多大 很特別的齁 來你看一下齁 比如說我想要找找看 這裡面 看有沒有喜歡的 好啦 來一個香蕉 你覺得如何 Banana 來這邊 點下去 這個 Banana 看起來沒有很大 你如果這樣直接抓 建議各位 你盡量不要在這上面 直接按右鍵 然後另存喔 因為通常這個 不是PNG透明的 因為它為它檔案比較小一點 通常這邊就是沒有放透明的 好 你如果直接這樣download 那它就是這個大小 可是呢 它這個download呢 其實是一個什麼 這個格式叫SVG 是網路上的什麼 向量格式 好 向量格式 但是你的那個 PowerPoint啊 或者是我們Chris 並不認得 好 並不認得 它認識點證圖 那這裡你看到 有沒有叫PNG 你這樣 平常如果你知道 我們直接按下去 它給你的 Banana只有這麼大 雖然看起來已經很大了 可是如果你要更大一點可以嗎 當然可以 因為預設給你的尺寸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800的樣子 它這裡有一個說明 對 預設是800 滑過去 看到了 800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尺寸 我想要2048 2048大概多大 大概300萬像素 你只要打進去 這是哪個寬度 我按PNG 好 還好 你看點這個 有沒有2048就是這麼大隻 這樣你了解概念了嗎 因為它本身是向量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我這個圖我要多大張的 好 那這個張圖如果 我把它存下來 那一樣是區備的 一樣是區備的 所以這樣就會比較好用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 這個 open clip art 你真的可以善用一下 好 那這些都沒有所謂的版權上的問題 你在使用上就會比較方便 它都是所謂的像樣圖庫 但是可以轉換成點證 好 那其他的就 各位有興趣 你再稍微 可以試看看 好 反正都差不多 最後面這一個的話 其實就是 那個線上 就是在 如果萬一你還是 無法忘情 powerpoint 總是要記得 會多找一些什麼 簡報的範本 對不對 你一直用那個powerpoint 你用範本 別人你看 啊一個有powerpoint 一點細膩都沒有 所以你可以有興趣 你點到這邊來 這個 上面就有很多 你看這個 freedom 你要看 看哪一種 裡面有很多那種範本 事實上 真的 現在powerpoint的範本很多 重點是你要會找 欸請問一下 如果你要找範本 你會找什麼關鍵字 用中文的 能夠找到的比較少 我們建議各位 其實你可以找這個關鍵字 如果以後你想要找這個的話 從這邊 你要找關鍵字 請你找這個 templates 這個 templates templates templates是範本 那通常範本是複數 所以加一個s 可是 你這樣一找會找到很多 因為 除了office有範本 簡報也有範本 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網頁也有範本 Flash也有範本 對不對 好多都有範本 然後 word也有 所以怎麼辦 最好是加上 powerpoint 對不對 再加上你又不願意付錢 最好加上free 這樣 沒錯吧 所以 你又付的關鍵字 一找就會很多了啦 所以重點在於說 你關鍵字也沒有找對而已 好 關鍵字找對其實真的就OK 你看這上面就找到一堆啦 你看這裡第一個就有什麼 3050個 你怎麼用 就可以用啊 對不對 這個也還不錯啊 他們這個網站最近有去看 欸 他的範本還蠻多的 比你你死的 所以真的其實就算你 覺得說 欸 我的那個 powerpoint還是沒有辦法忘記 你就來這邊找找 找看看有沒有你適合的 好